六四事件25周年到来之际 大陆当局却在过去一周内 接连采取行动 拘留至少5名知名活动人士 另有几人被公安查问 国际特赦组织官网发布新闻稿呼吁 中国大陆当局立即释放 因悼念六四事件25周年而被拘留的人士 大陆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 4月份CPI年增率只有1.8% PPI年减2% 连26个月复成长 多家机构担忧 大陆孔出现通货紧缩风险 财新网报道 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中 被指救援处理不当的前上海铁路局 常务副局长王峰 日前已悄悄升任兰州铁路局长 大陆吉林省官方9日公布 吉林省沿边自治州 沿急市发现一例 人感染H7N9轻流感确诊病例 这也是吉林省第二例 人感染H7N9轻流感确诊病例 新唐雅电视整理报道 新唐雅达民主流感确诊病百姓 Times